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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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编5编6编7 那按照我们前面做法就应该是 底下多了一个 这个不要 好 那是编6是吧 一直到编6 我们按前面做法 我们每一个都要过去 每一个加uncreate 对吧 太麻烦了 那么我们发现它都有一个特点 就后面是从零开始一直到六 从零一直到六 零一二三四五六 那么我们能不能就让它制作一次加一 再制作一次再加一 再制作一次再加一 这样的情况 重复来完成的 这就用到了我们的循环语句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做的 VR 癌等于个零 VR 癌等于个零 癌等于个零 那就是这个变量癌是零吧 然后我们在这里 Will Will Will什么呢 我们发现这个癌最大到多少 六 是不是 那癌小语等于多少 六的时候 那癌小语等于六的时候 我们就进来 我们就进来 这样就意味着我们就会执行这个大括号里面的内容 能明白吗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coso.log 打印了一下 打印了一下 打印一下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癌 加 加 癌加加以后 这个癌就要加一 是吧 开始癌的值是零 然后癌是不是消灭了呢 是 进来就打了一次 是不是 然后这个时候呢 癌加一了 癌加加以后 癌就变成几了 一 变成一了以后 又紧接着又判断一次 判断是否满足这个条件 判断满足条件 再打一次 是吧 这样我们就不断的去打谁啊 打A A是打到什么时候 打到当不满足这个条件时 也就是这个条件 最后返回结果是什么 first时 就不在执行里面预计了 那么因此我们看到结果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大家看一眼 看一眼 我们给大家可以看到 打了几次呀 这里7 就表示7次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这里 不打A 我打一个I 打印这个I 这个I需要加双引号吗 需要吗 如果我给这加双引号会怎么办 只打7个I字符串 好 注意一下 字符串和变量怎么样 不一样的 变量是不加双引号的 只有字符串才加双引号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里选择I 这样我们会打印出什么呀 小 0123456 是不是 0123456 那么如果我再使用一下 我们前面学的字符串 相加这个概念 字符串相加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 我使用一个BN字符串 加上一个I 它会变成什么 BN什么 BN0 BN1 BN2 为什么 遵从什么运算 加法的字符串相加运算 是吧 一个字符串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数值 是不是 那一个字符串 加一个数值 都需要转换成什么 都需要转换字符串 并且 手里相连 是吧 因此我们就会看到 这样的一个内容 就叫边0 边1 直到边6 是吧 那么刚好 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我们昨天在学习内容当中 我们是不是给大家说了一个 where 那bn 等于一个 document.get element byid 里面是不是要带id名 那个id名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啊 是不是bn0 bn1 bn2 是不是 是 是的话 那我这个bn是不是就有了 有了以后我们就可以bn.onclick等于一个faction 这是我们点击是我们点击是吗 是不是 点击 然后我们去打印什么呀 打印一下 看我点击那个东西 是不是这个东西 点击内容是谁 我们在这点击打印bn 打印bn这是啥呀 打印bn能不能找到这个bn啊 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在这里一点击 诶 诶 诶 都是几啊 为什么都是七啊 为什么都是七啊 为什么不是当前这个bn啊 注意 你点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循环已经结束了 你想想是不是循环完了 是不是循环完了 循环完了你才点击的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bn已经等于几了 但是bn了是不是 所以打印的时候 永远打印的是bn 那我这里如果要想打印的是当前的这个东西 我就不能打印bn了 那我应该怎么打印 打印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this this什么意思 这个 这个 我们今天第一次认识this 第一次认识this 从今以后我们就会跟this越来越亲近了 这个原生GS当中最可怕的一个东西就是this 永远都是万恶的this 别怕 到后面呢 第七第六周时候 我会再给大家把所有的this做一个总结 然后让大家再清楚一下 this到底怎么样分辨 现在我们知道this是什么意思 这个 放在这里 这个这个应该是谁呢 应该是我被点击的这个什么呀 是不是被点击这个按钮啊 是吗 放在这里就是被点击的这个按钮 那刚好我们点的时候就直接能够找到被点击的按钮了 看清楚了吗 所以以后在这里我们能不能使用什么 council.log bn这样的东西啊 能不能 如果我当时 council.log i这个i 大家说的是多少 我点任何东西 它的值是多少 多少 到底多少 到底多少 多少 永远都是7是不是 为什么呀 比如说6 循环结束了以后又怎么样 又加加了 是不是 如果还是6 那肯定还能进来的 只有当i变成几啊 7的时候 它就进不来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i永远打印的时候都是7 为什么 因为循环已经结束了 是不是 我点击是一定在循环结束之后才干什么 才点击的 能明白吗 来 试一下 大家操作一下 来 我们操作一下它 把这个DNAV都分开 那我现在在这里需要给它起个ID 是吧 ID等于一个DNAV名 然后再紧接往后 这里每一个 DNAV 1 2 3 4 5 6 7 8 9 9个 1 2 3 4 5 6 7 8 9 OK 5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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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10 进入条件 我们就是0 123456789 是不是应该小几十啊 等于10了都进不去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做好这个循环 做好这个循环以后我们再让VRDIV DIV等于一个Document.getEventById 然后这里面是DIV加上一个I 加上一个I就变成多少了啊 就是变成DIV0DIV1一直到 哎这个时候我要设置它的位置了 设置它的位置是style.left 哎 有些朋友说那我这给应该设置多少 100px 哎你这设置的肯定是100px这样写不成吧 你得给它加双引号是吧 因为px是四不串是吧 那我要写都写成100px那都移到多少了 是不是都移到100px啊 你看 呀 死循环了 哎 为什么你死循环呢 我们发现 哟 这个I一直都是什么 都是零 一直都是零 都小于谁啊 十 所以呢 它一直都出不去了 怎么办呢 我们这个时候给它用个I 干什么 三个步骤啊 第一个 要做循环有三个 第一个 要有什么 初始值 第二个 要有什么 条件 第三个要有一个条件所产生的变化内容 对吗 是不是三个内容 第一个 初始值 第二个 条件 第三个 变化内容 是吗 好 那么这样我们再处理一下它 再处理一下 刷新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都到100像素啊 都到100像素啊 对吗 那我想把它分开咋办 对 I乘100 I乘100 加上一个PX I是 I有多少啊 0 1 2 3 4 5 6 7 8 9 是不是啊 乘100 那当然就是0 乘100 1乘100 那自动就会将它 小 分开了 是不是分开了 好 我们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内容 完成了一个这样的内容 看看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啊 那等待着 就算了 我相信 不怎样